热线12今日关注 海南海口海关集资部门打击蟒蛇皮走私行动收网 广西南宁 诱骗400多人入传销 21人接受审理 陕西网传义游乐场发生踩踏 警方辟谣 山东围方离其车祸背后的畸形恋情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李小辉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近日海口海关集资部门打击蟒蛇皮走私行动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 现场查扣涉嫌走私的蟒蛇皮24697张 经过初步的核查 该案涉案金额约3.1亿元人民币 2015年1月 海口海关集资部门通过情报综合分析发现 海南某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 越南产蟒蛇皮申报价格偏低 存在以低报价格进行走私的重大嫌疑 在境外采购满蛇皮的时候 采购价是在300到400美金之间 像海关部门申报进口的时候的申报价 最高是75美金 根据我们国家在进口环节征收的增值税率是13% 东西洋公司每进口一张皮 它少向国家交纳20多美金的税款 调查中吉思人员还发现 该公司不仅是以低报价格的方式 进行走私蟒蛇皮及其制品 而且还通过中越边境地区 直接将蟒蛇皮蟒蛇蛋等以偷运走私进境 通过雇佣放地的马车 直接将他们在外地采购的马车地 直接将通过避免 直接被迫我们从这边 又通过中越队呗的建议 我们送到他们这个人家 闯关了就是绕越飞蛇万地的 主要是通过这个云南 还有这个广西的东兴 直接绕越海关 来监管 监管地 进来以后也是消往这个 运往 运往这个广州 再通过广州 消往国内市场 这起走私蟒蛇皮案件 涉及广东广西江苏等多个省份 涉案人员较多 海口海关集司部门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取证 最终掌握了走私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 为了将主要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转组决定 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 展开收网行动 在他们开联会的时候 公司的各地方的经理 通过他们公司的负责人 都一起到南海 开会 正好利用这个 一个机会 一网打尽 但晚七点多 参加年会的公司头目 和各地分公司负责人 正在某酒店聚餐时 海关集司人员控制了现场 与此同时 海口海关还在广西江苏等事案地集司部门的配合下 开展抓捕和清查行动 在海口该公司的仓库和文昌养殖基地 基斯园现场查扣涉嫌走私进口蟒蛇皮 24,697张 以及大量的走私蟒蛇蛋 肉 油等 由于在运输过程中温度较高 有些蟒蛇蛋已经孵化出了小蟒蛇 至此这期通过低报价格和绕关偷运的手段 走私进口蟒蛇皮案被成功破获 经海关初步查证核实 事案公司从2014年以来 以低报价格的手段 走私进口蟒蛇皮4.2万张 蟒蛇蛋8000个 案制约1亿元 涉嫌偷逃税款约1100万元 以偷运走私入境的手段 走私蟒蛇皮2.6万张 案制约2.1亿元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来看下一条消息 2010年9月以来 王某、魏某等21人先后以资本运作为名 在南宁进行传销活动 为发展下线 这些传销人员甚至把自己的亲戚拉入了组织 2016年3月17日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传销案进行了审理 被告人王某为江西南昌人 2010年他受传销组织的邀请来到南宁 之后通过发展下线 一路晋升成为体系负责人 通过鼓吹连锁进行界 是国家暗中不持的行业 加入该行业 可以获得巨额回报 到南宁市考察投资项目 又使他人缴纳深购款 购买虚拟份额加入传销组织 王某将其传销地点 设置在南宁市江南区等多处居民小区内 直到2014年11月被抓之前的4年多时间里 这一传销组织人数达到400多人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毁捕当初的王某对于犯下的错误供认不讳 他坦言 起初他因人脉资源不多 就干脆把自己的大哥魏某也介绍进来 而后魏某又将自己的弟弟 以及自己的妻子陈某等也发展为下限 你个人到底赚了多少钱 真是很惭愧 来了也有几年了 确实没赚到钱 你加入这个传销股质 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我刚才的时候是带到16万 后面在运作过程当中 是提到一些运作费用 所以累计下来 在案发前 我卡上剩下的就是9万多块钱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王某 魏某等21人 以资本运作为名 骗取巨额非法利益 其行为均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 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市民 天上不会掉馅饼 投资理财要多看多问 如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是否有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产品是否货真价实 是否要求发展下限 是否要求或变相要求 交纳入门费 以获得加入资格等 尤其不要相信 所谓的高额回报 快速支付的投资项目 避免上当受骗 好 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也模式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江志强律师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程丽庚老师 欢迎您 那么在这个传销组织的 21位主要涉案人员 被依法审理 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了 有400多名被他们拉到组织来的 他们的亲戚是不是 和他们的亲人 那么他们在这个 非法组织传销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财产损失 能不能够得到赔偿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难 传销这个呢 它是属于一个上下限的关系 那么我记得 他们有专用的术语叫贷 比如说我是这个头目的话 我叫一贷 那么我可以往下发展 二贷三贷一直到九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谁赚钱了 我们这个赚钱是打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非法的犯罪活动 谁赚钱呢 就是这个最上边 那个一代的那个人 就越往上的人赚钱越多 因为发展的下限 下限再发展的线线 一下限的下限再发展的线线 所有上贡来的钱 它都能够分得到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组织的这个人呢 他获得了很多钱 所以呢 法律上会打击他们 叫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那么您刚才所问的 比如说这21个人判刑了 其他那400多个人 他们是参与者 他们是被牵连进来的 这些参与者呢 是这样他一开始被牵连的时候 他是受害人 比如说我发展你 为我的下限的时候 你是受害人进来 但是你进来之后 你想赚钱的话 你就得再发展线线 这个时候呢 你返回去变成了一个加害人 而这些人的损失 像刚才那人说 我来的时候带了16多吧 16万多 现在只剩了一个9万多 那那7万多呢 就全都打进去了 是不会赚钱的 而他想把这个损失要弥补回来 太难了 因为这个钱早都已经被回过光点 我们说这个传销组织 为什么是非法的 就是他们的这种手段 还有就是 他们确实就是杀熟 就是把身边的亲人朋友拉进来 我不知道程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非法传销组织 其实这个事情的由来 那是这样讲 人有了贪恋 于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告诉你赚钱 你就入了套了 但是这样的一些人 他应该不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和自己的能力 他可以下手的 只有自己的亲人跟朋友 其实这就在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上 这些传销组织就已经摸准了你的弱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 再给你进行培训和洗脑 再逼着你去干这样的事情 甚至又控制你的神身自由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一旦实施了 甚至当你清醒 你做的不对的时候 由于你的罪恶感已经产生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 又由于你得到了一些金钱之后的快乐 是你的欲罢不能 怎么办 贪念不断 这样的恶剧就会不断的重演 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力度打击 但是所有的提醒 可能其实都不管用 因为在你没犯热的时候 你都清醒 但进入那一刻 你就又忘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则新闻 日前一则关于陕西西咸新区 京河新城一游乐场发生踩踏事故 并致三人死亡的消息 在网上迅速传播 并且引发了热议 经过调查以后 京阳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了消息称 有关乐华城发生踩踏事件的消息不实 并将散布谣言的张某抓获 这个就是网上所说的发生踩踏事故的现场视频 3月14号 这家游乐园因举办免费活动 造成入口处游客大量拥挤滞 据了解该游乐场2015年7月正式对外营业 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游乐场 但是像这样的免费活动 还是第一次举办 据游乐场工作人员介绍 14号当天 在规定的两小时内 仅靠排队就可以免费入场 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从视频画面上看 游乐场的入口聚集了很多游客 现场拥挤不堪 人群中还不时发出叫喊声 场面比较混乱 那么当天是否发生了网上传出的踩踏事故呢 那您在现场有没有看到发生踩踏 或者是推人的死人的这种事件呢 踩踏事件是没有的 但是推人的话 那大家都在挤都在推啊 就是说现场是很拥挤的对吗 特别特别拥挤 你在队伍中啊 你就即使你不想往前挤的话 你都不有个名字 你后面人就是一下子 就把你往前挣的那种 根本没有干嘛控制你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算是 就是体都很强壮的那种啊 但是那样都没办法 就是一直就被人让往前挤 就人太多了是吗 对 人特别特别多 据统计 当天前来游乐场的游客 达到三万人以上 由于参与人数过多 很多人未能进入到游乐场 也就出现了视频中 游客拥挤的画面 并非游乐场内发生踩踏 那么游乐场在举办大型活动前 有没有报备管理部门 是否采取过应急机制呢 当天的这个人流量 是你们当时预计到的吗 我们有预计 所以我们专门跟那个 静阳县公安局 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 一个安全预案 一个备案 我们在视频上看到 咱们这个广场上都是人 就有一些滞留 这个情况的原因 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为大家对这个活动的 反应非常热情 我们也因为这个 人流量比较多的原因 我们把所有的扎口都打开了 但是就是还是不能满足 大家的一个快速的 一个入园的一个途径 14号下午 静阳县官局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 有关乐华城发生踩踏事件 消息不实 记者从静阳警方获悉 散布谣言的静阳女子张某 已被抓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警方将对张某行政拘留10日 并处500元罚款 我们注意到 现在不时有人会在网络上 散布各种各样的虚假消息和谣言 那么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就算是触犯到法律了 江律师 其实它这个程度 我们在法律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违法的这种程度 那么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比如说你这种散布虚假的这种消息 然后已经扰乱到了 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 这是一种情况 像我们片中所说 另外一种 就是说这个后果比这还严重 比如说你编造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有这种假的警情 灾情 险情 疫情 你是编造出来的 或者是说你明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 然后你故意在网络上进行传播 或者在媒体上发布 严重的影响到了社会秩序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构正 刑之犯罪了 有可能要判断你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件事情呢 也给广大的群众提了一个醒 不信谣 不传谣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 网站 录入信息 同时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 可以查看更多需要寻找的信息 梁童春 南 1982年左右出生 1987年8月左右 被拐卖到河南省商丘市虽县 记忆中自己是陕西省童关县 或孟元镇一代人 家中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体貌特征 左小臂有直径3到4厘米左右的 圆形浅色胎记 左手掌有段掌纹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2015年的一个夜晚 围方警方在一辆着火的面包车中 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死者的真实身份是车主 还是另有其人呢 他的死亡究竟是意外 还是人为的呢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一个令人意外的真相 渐渐浮出水面 2015年的一个夜晚 山东围方警方接到了报警 报案人说 有一个满脸嗜血的女人 坐在路边求救 警方迅速赶到事发地点 却没有找到报警人 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女人 此时对讲机里 又传来另一个警情 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 另一个地方 发生了一件更为可怕的事 车内的坐垫内饰已经完全被烧化了 在驾驶室内负责现场勘察的董伟彭发现了一具尸体 出事地点中的马路刚刚通车 不过两三个月 所以周围的监控设备还处于调试阶段 警方无法从监控里 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线索 经过现场勘察 在面包车周围的地面上 警方并没有发现紧急制动的痕迹 通过遗留在现场的汽车牌照信息比对 车主是一个叫李军的人 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死者是谁 就是事源是谁 经过李军家属的辨认 被烧毁的面包车正是李军的 但是由于没有DNA的比对结果 警方一时之间还不能确定 车内的死者是不是李军 烧焦得很严重 当时就是怕踢不到 适合做DNA的检裁 如果踢不到 事源就没法确定 一场大火把面包车烧得干干净净 同时也让现场遭到严重的破坏 就在这个时候 围方警方又接到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个女孩 她说自己和朋友被一辆车断了 可是车祸发生后 自己的朋友却不见了 你会有没有见一个男的 我们好像冒失于人 在一辆车上被人跑了 就在那儿给我疼了 这又没事 报案的女孩只有20多岁 名叫王丽萍 刚刚接受完治疗 通过询问 警方了解到 王丽萍口中所说的 那个被绑架的男生 叫郑晓阳 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吃了晚饭 郑晓阳准备叫车送他回家 可就在他们等车的时候出事了 就在那儿等 然后就看到一个面包车 但是离我们还挺远的感觉 因为那个灯光感觉挺暗的 看到不是出租车 王丽萍就回过头来 继续和郑晓阳聊天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他就感觉一辆车朝他们开了过来 就在他回头看的一瞬间 失去了意识 第一次清醒就是在车上 清醒了有几秒顶多 然后再后来就是 已经在车下了 敲边 经过核实 警方确认 出事当天晚上 他们接到的第一起报案里 所说的那个满脸是血 坐在路边求救的女人 就是王丽萍 在他被撞之前 明明是跟朋友郑晓阳在一起 但是当他在路边醒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 郑晓阳已经不见了 郑晓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有什么社会关系 他为什么平白无辜的 找不到了 消失了 经过专业人士对比分析认定 王丽萍被撞现场发现的 保险缸的碎片 正是李军被焚汽车前 保险缸缺失的那一部分 包括车辆的碎片 包括结合受害人的保经内容 包括在现场发现的 一流的痕迹物品的话 就应该那种系统 就把这两处现场串到一起了 同一条马路 同一辆面包车 相距五百多米 制造了两起事故 按照王丽萍的描述 警方对案件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 李军下班 开车外出 撞伤了王丽萍和郑晓阳 一开始 李军可能想把两人送往医院 可后来 也许他想逃避责任 便在半路上把王丽萍和郑晓阳扔下了车 逃逸途中 慌不择路 车子又撞上了树 自己被烧死在车内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郑晓阳又怎么会不见了呢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被烧毁的面包车里 那具尸体的DNA比对有了结果 结果正是死者 正是郑晓阳 而不是李军 当时就是从这个 就感觉 是不是这个事情 就是冲着他来的 冲着郑晓阳来的呢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车主李军和郑晓阳 王丽萍并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要用面包车 撞向郑晓阳他们 并把他烧死在车里呢 就在警方准备全面调查 李军和郑晓阳的社会关系的时候 忽然发现 有一个男人 一直在医院照顾受伤的王丽萍 经过询问警方得知 这个男人叫张强 竟然是王丽萍的男朋友 既然张强是王丽萍的男朋友 而案发当晚 王丽萍又为何与郑晓阳在一起呢 王丽萍和郑晓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矛盾 在一个王丽萍的现在的感情状态 是什么情况呢 据了解 郑晓阳是王丽萍的前男友 而这个张强则是王丽萍的现任男友 在两个男人之间 王丽萍一直在摇摆 据王丽萍的朋友说 他们还曾经看到张强在QQ上 把郑晓阳的照片贴了出来 并且扬言要花钱找人收拾郑晓阳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郑晓阳的手机上 发现了张强发来威胁他的信息 不要再跟王丽萍发生纠缠 再有什么牵扯 要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以后日子不好过 我会让你承受怎么样的结果 这类的恐吓信息 小麻烦都他 搭档推 或者不信死电信 不信弄那位推 实在有生无效吧 警方通过询问王丽萍的朋友了解到 张强还曾经找过他们 打听过郑晓阳的住址 他们都怕出事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张强 而就在王丽萍出事前 两人已经准备分手了 那么是张强为了报复郑晓阳和王丽萍 和东李军下的手吗 张强是嫌疑人之一的话 那他应该跟面包车的车主 算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车主李军工厂里所使用的设备 都是从张强他们公司购买的 而且因为维修设备的问题 张强还曾经去过李军的工厂 更为重要的是 警方还发现 张强和李军同在一个QQ群里 张强具备报复郑晓阳的动机 会是他找李军一起实施的报复吗 眼下一时找不到李军 警方只能找来张强 据张强说 他对王丽萍和郑晓阳的来往 确实很生气 但是他发的那些威胁郑晓阳的信息 只是说说而已 张强说案发的当天晚上 他一直待在公司里加班 直到得知王丽萍出事了 他才赶到医院 并一直陪在王丽萍的身边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逐步排除了张强的嫌疑 与此同时 警方还了解到 李军和他的妻子在2012年的时候 有家人介绍相识结婚 夫妻二人感情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李军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 也没有和什么人有过矛盾 开车走就是他 只要射死就不是他 这个事情就越来越气球了 就在警方寻找李军下落的时候 另一路侦察员传来了消息 说他们在对李军周边邻居进行走访的时候 发现在他们之前 还有人询问过李军那辆面包车着火的事 警方立即找到了保险公司 发现李军的面包车在出事前的一个星期 刚刚买了一份保险 但是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李军买的这份保险竟然是第三方责任险 由此警方排除了李军骗保杀人的嫌疑 就在这个时候全市监控录像的调取也有了结果 在事发当晚七点至九点间 李军的那辆面包车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不停地游走着 这个面包车在这个现场左右徘徊 就是左右徘徊经过这现场以后 好多次一直持续了两个来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呢 还出现了这个事情 李军是晚上七点离开单位的 警方接到报警是在九点多的时候 那么在这期间 李军的面包车为什么在室内一直的游荡呢 就在围方警方对李军面包车的行动轨迹 展开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李军的妻子找到了警方 据李军的妻子说 案发的第七天下午 他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的人自称是防疫战的 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男的打电话 问孩子打防疫针的事 他怀疑这个打电话的人 很有可能和他的丈夫失踪有关 根据内部公用电话登记的位置 警方立即赶到了那个小卖部 寻找打电话的那个男人 警方立即调去了附近的监控视频 但经过李军妻子的辨认 发现那个打电话的男子 从身材到走路的姿势都非常像李军 李军为什么要躲起来 而且还改变了发型 如果他没有死 出事的面包车又是怎样燃烧的 是他点燃的吗 他为什么嫌疑非常大了 自己跑了 自己的面包车就火了 城后人也不是他 李军打电话的这个小卖部 左处的位置是一个城中村 环境复杂 警方立即展开排查 此时的王立平逐渐恢复了记忆 他回忆起了一个细节 王立平说 他被撞之后还醒过来一次 当时他发现自己在一辆汽车上 因为我是在那躺着后座上 然后余光看见的 余光就看着他好像是用手杖掐着他的脖子 然后只是听到声音越来越弱 按照王立平的说法 当时意识并不是很清醒 所以并没有看清那个掐郑晓阳脖子的人 但是他感觉到 当时车上似乎有好几个人 看着没大看清 只是听到人说 求求他放了我 然后我就认他的话 然后说求求他放了我 然后音语也听到他说 好没事没事 就在警方想不明白 谁会在李军的车上的时候 侦察员们发现了李军的行踪 很快警方在一家家庭旅馆内 将藏匿期间的李军抓获 摘掉李军手上的手套 发现他的手有被火灼伤过的痕迹 通过对钱包内身份证信息的比对 警方证实 这个在宾馆里找到的男人 正是李军 警方经过审讯 李军供述 他和死者郑小阳素不相识 根本没有见过 而他之所以要杀郑小阳 就是为了骗保 李军交代说 他和妻子辞职之后 家庭经济条件很不乐观 于是他打算骗取保险金 让孩子有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在购买保险一周之后 他便犯下了撞人坟车的罪行 李军到案之后一直很目染 他说这一切都是从他恋爱结婚开始的 当时他的恋人名叫郭海云 两个人早就海誓山盟 可是家里对他的这份恋情并不看好 而是为他安排了别的对象 迫于压力 李军最终还是按照家里的安排 和别人结了婚 李军结婚之后 郭海云就开始有意的疏远他 并声称自己并不想做第三者 而李军却并不想同郭海云分手 他决定放弃家庭 和郭海云私奔 但是李军并不放心 没有工作的妻子 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于是便打起了 用自己的面包车骗保的主意 但是他并不知道 他买错了保险 那天晚上下班后 李军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据李军说 和他一起实施计划的还有他的情人郭海云 李军和郭海云两个人在街上 转了两个小时后 没有找到目标 就在二人心灰意冷的时候 郑晓阳和王立平出现了 李军觉得时机到了 这就是王立平在车上 苏醒时看到的一幕 而最终他们把王立平扔下车 则是郭海云的一句话 随后他制造了面包车撞树的假象 并在汽车内浇上了准备好的汽油 汽车被点燃后 李军他们就离开了 但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点火的时候火势太大 自己的手也受了伤 随后郭海云回到单位继续上班 等待时机成熟后 再和金蝉脱锹的李军远走高飞 很快围方警方就在工厂里 将郭海云抓捕归案 一件看似疑云重重的案件 最终却仅仅是因为一段畸形的爱情 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也不仅仅是失去自由 更是让一个无辜的人 白白失去了生命 同时也带给几个家庭 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 看到这儿确实让人特别感慨 李军也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只是用错了方法 他先是顺从了家里人和妻子结了婚 而后为了自己和郭海云能够远走高飞 从而骗保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以后的生活费用 但是李军的这种种种做法 我说程老师您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其实李军原本也应该说是个有情有义的 因为他生活当中自己有自己的感情 又还要想对这个家庭来负责任 但是对生活确实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讲骗保的事情 我们节目也做过很多 如果他在制度设计上那么容易就让你实现的话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另外请问 生活当中的用钱来买保险 能够保证你的生活安全跟这个没有问题吗 那么在生活当中 包括你跟前人之间的关系又靠什么呢 安全靠驾驶生活靠正确踏实努力认真的工作 目前李军和郭海云已经被警方捉拿归案了 那么据李军说他的情妇郭海云在他作案的时候一直都在现场 而且和他一起策划了这个案件 那么这两位犯罪嫌疑人 他们要承担的是什么样的法律惩罚 应该是故意杀人罪的这样一个形式惩罚 这两个人在这个案件里面叫共同犯罪 就是两人共同策划 共同去实施 而且造成了郑晓阳无辜很无辜的一个人死亡 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能说不从感情和道等去评判 说作为一个有家的男人 在外面有没有其他的女人这样的关系 但是就是说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对吧 你的这种行为你到底要干什么 最后用这种违法犯罪的方式能取得吗 不可能 所以就像我们经常播出这样的节目 经常会跟别人说 你取财的时候 一场缉毒干警与亡命之徒的独命独战 我没想到可能要出来 一次正义与邪恶的军级对决 我爸是残疾人 我妈也能够好 勇气较量 智慧不易 是什么 让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河北成德 警方破获特大置换毒案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